五位朝鲜美女惨死,活寡三千宫女,明朝后宫有多恐怖,历史上最变态的皇帝。 历史上的日本、越南和朝鲜都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,他们隔三差五都得到中国朝拜一下,顺便还要进贡一些本国的特有产品,也时不时地向中国的君主们进献一些本国美女做贡品。 但明朝时期,朝鲜进宫的五位美女仅全都惨死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明朝后宫有多恐怖,接下来,小豆芝就带大家大开眼界,订阅小豆芝历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神秘历史。 据史书记载,从元朝开始,朝鲜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,虽然明朝取代了元朝,但这项制度仍旧被保留了下来,朱棣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,他当上皇帝后。 朝鲜国王为了讨好朱棣,当即下令要求全国的女子停止婚嫁,直到选美结束。 经过举国上下的选美,朝鲜国王终于凑齐了五位爵士美女,进献给了明成祖朱棣。 这五位爵士美女分别是权氏,18岁,任氏,17岁,李氏,17岁,宇氏,16岁,崔氏,14岁,这五位美女皆出自朝鲜的贵族家庭。 而且都是万里飘一的美人,朱棣得到这五个美女后,别提有多高兴了,将权氏封为贤妃,任氏封为顺妃,李氏封为昭仪,宇氏封为美人,而且还把他们的父兄子弟都封了高官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五女之中,朱棣最宠爱的是权氏,史书上说她善于吹销,惹得朱棣欲罢不能,权氏虽然是朝鲜人,但她也像中国的许多家人一样,红颜多薄命。 在永乐十年的时候,权氏在随朱棣打仗归来的途中病亡了,据说当时的朱棣是痛不欲生,不仅在权氏去世的地方为她修建灵寝,还命令当地的百姓为她看守坟营。 权氏死后,朱棣并没有对她的死因多做猜测,但有一天,朱棣在后宫听见权氏的工人和吕杰鱼的工人在吵架,内容好像和权氏之死有关。 于是朱棣下令,将权氏和吕氏的工人全部捉拿审问,在酷刑之下,朱棣得知LE一个惊贴秘秘密,原来是吕氏因为极度权氏得宠,所以用砒霜毒杀了她。 朱棣本就是一个相当残暴的帝王,他哪里能放过这个杀人的好机会,于是他下令将吕氏的工人全部处死,并把吕氏用烙铁烙了整整一个月。 最后才处死了他,而且更残酷的是,朱棣还逼迫朝鲜国王把吕氏的全家杀掉了。 另外从三个从朝鲜进县来的美女听说后,害怕此案会波及自己的家人,于是都选择了自杀。 朱棣解恨后,杀人杀德就更起劲了,有一回,他一次性拘禁了三千名工人,这些工人不堪忍受酷刑,违心地认了罪,朱棣更是怒不可遏,决定把这三千人都活活寡死。 而且,他亲自坐镇监督行刑的具体过程。 南京过去有个民谣,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十三个城门台棺材,说的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驾崩后下葬时的情景。 这个事情并不是老百姓的谣传,在诸国真的皇民大政纪上便有这样的文字,朱元璋下葬那天,而发引,各门下葬。 乍一看起来,朱元璋搞的这个各门下葬的做法,很像是一种密藏的障眼法,古代很多人都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方式,比如说宋代的包工,也是这样的多城门出关的方式来释放烟雾弹,让别人无法知道哪个关是真关。 虽然,看起来这是一种反盗墓的典型手法,可是仔细想想却另有蹊跷,别人这么做可能是反盗墓,可是朱元璋这么干就不是反盗墓了。 因为朱元璋的名孝林就摆在那,谁都知道,谁都能看见,他还用这种宜官的手法就有点多此一举了。 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推测,这个十三城门出关的事,很有可能隐藏了一个听起来惨绝人寰的秘密,那就是,这些棺材并不是宜官,而是里面真的有人,这些棺材里装的很有可能就是给朱元璋殉葬的嫔妃。 殉葬本是秦汉以前的丧葬制度,活杀死者身边的妃妾心事来给死者殉葬,例如秦始皇死的时候,胡亥就把秦始皇当年的后宫女人全都杀了殉葬。 到了刘邦当皇帝以后,果断地废除了这个残忍的殉葬方式。 此后的朝代,都再也没有使用人殉这样的丧葬方式,因为实在过于残忍,直到明朝朱元璋的洪武年间,又恢复了这种丧葬方式。 朱元璋死后,建文帝朱允文尊遗诏,一古志,将朱元璋生前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,全部下令处死殉葬,另有若干宫女一同殉葬。 至于如何处死这些殉葬的女人,朝鲜李朝失踪实录,记载了两个朝鲜进贡给明成祖朱棣的美女韩氏和崔氏被处死的方式,是吊死。 既然朱棣的人训事吊死,相比朱元璋的也应该差不多。 韩世临死前哭喊,妈妈,我去了,妈妈,我去了。 未等话说完,太监就抽去了他脚下的小床,奇壮之惨,不忍细想,连肩斩的人宗朱高赤都看不下去,后来明英宗朱祁镇果断地废除了殉葬制度。 这也是英宗能够在后世留下美名的原因之一。 据明末人毛麒麟所著同史十一记记载,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林,其中所训,为宫人十数人,如果这段记载是真实的那么,就能够解释十三城门出关的问题了。 人训的人数和十三城门数颇为接近,这些棺材里装的很有可能就是殉葬的女人。 后来,朱允文对这些生训后非宫女的家属进行了表彰和封赏,受以千户、百户之职。 其官阶世袭,皇帝死亡的国丧必然会有看热闹的人,看到如此多的棺材,必然会疯传。 这也是即使到今天依然没能够解决的传谣的问题,而搞得这个十三城门出关,第一是为了掩盖人训这个残忍的实施,另外也是对这些生训者的一丝慰藉,作为殉葬品已经没有了人格和尊严。 但毕竟还能够有口棺材。 世人都知道,朱元璋与自己的马皇后感情极好,但感情好,也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。 朱元璋是男人,更是皇帝,而是男人就喜欢美女,皇帝又是天下之主,什么东西都是他的。 这就使得朱元璋,尤其是到后期妃嫔无数。 据明慧典史书称,为朱元璋殉葬,而有名分的嫔妃有46人,并且注意,这还是有名分的妃嫔,哪些没有名分的就不得而知了。 但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,至少可以证明一点,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。 而同样的朱元璋是一位疑心病非常之重的皇帝,同样的他还是一个深知做事要做觉的皇帝,朱元璋的疑心病之重主要是体现在他正式成为皇帝后,这一点在各方面都有体现。 但毫无疑问的是,朱元璋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待自己的妃嫔的管理很严,甚至很残酷,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,甚至只是有嫌疑的,都必死无疑。 如对于朱棣的身世,就有一种说法,首先我们都知道朱棣绝对不是马皇后所生,他自己这样说,只是想要有个身份来拉下自己的侄子朱允文。 并且在朱元璋多个儿子当中,朱棣比不是很受宠爱,在古代一个皇子受不受父皇的宠爱有很多种因素,但自己的母亲肯定是很重要的一点。 而朱棣在母亲这一块也的确是不断遮掩,很多人都认为朱棣的母亲应该朝鲜的公非, 但生下朱棣后,为什么这位公非毫无消息了呢?有民间这位公非后来受铁裙之行惨死。 要知道,铁裙行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,将铁片做成刑具,形如裙子,逼犯人穿到身上,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。 刑具受热,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,其惨状不言而喻,结果可想而知。 公非作为一位皇子妃,为什么会遭到这种酷刑呢?原来朱元璋怀疑他与人私通怀孕,是的,就是怀疑,而就是这种怀疑,可以使得一个人为其生儿的女子受到这种残酷的刑罚。 其实古代的帝皇他们的后宫,不管再怎么争斗,生杀的大权永远是在皇帝手中的,一个小小的怀疑杀掉一个做出巨大贡献的生命,其实随处可见。 最让老百姓和大臣心里心服口服,要歌功颂德的是,朱元璋不想因为自己的死而扰民。 以前老百姓遇白事,儿子还要守孝三年,一国之君死了,是国丧,天下臣民更要讲究了,注意礼仪行为,但朱元璋一改惯例,破似就立心风不迷信,人不是能哭活过来的,规定三天后就把白孝福给脱下,该结婚结婚,该嫁闺女嫁闺女,一句话,该吃吃该喝喝,该做什么做什么。 最后,朱元璋担心自己的王子回南京奔丧,让外敌成绩入侵,麻烦就大了,后来有史学家,讨证朱元璋出此言另有用意,也是为了防止皇子们回来惹势夺权,事实上,当时燕王朱棣,确实一代人赶到了怀因。 欲图谋不轨,如果不是朱元璋有先知先觉,恐怕在自己死骨未寒,故宫内就血流成河了,燕王不会等到三四年之后,才想到清军策,才把自己的折珠允文赶出京城,弄得至今下落不明。